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银家》 当然今天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其实今天涨了两三百点 应该没有开盘你就知道嘛 甚至礼拜六年就知道 所以没得讨论 我们昨天在这个 Telegram已经跟各位先 应该说礼拜六 我礼拜六 今天是礼拜一 我礼拜六在Telegram 就已经发表我的看法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赶快加入 就是涨台积电 涨联发科等这种股票 然后倒掉你的股票 因为你的股票不是台积电 甚至也不是联电 应该这样讲好了 涨台积电 涨联电 涨联发科 涨日月光 涨台达电 就是这种全职股 拉这种全职股 当然台积电是主角 联发科是配角 那联电为什么涨 我在今天的Telegram也讲过 联电跟世界先进为什么涨 就是因为捡人家胜的 缺人村的 因为台积电做不到 东西做不到 大家都拿订单拜托 华为海思 也是现在目前在集单 一直要逛给台积电 他也没办法 因为到时候 美国如果进华为 对 华为的晶片 那到时候台积电可能 9月以后就不能帮 帮这个华为来代工 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这是以后的事 这我不知道 华为的海思 已经把台积电产能 一直塞进去了 塞爆了 那原本最大的客户 苹果A14的晶片 用5代米来制造 那预估也是9月份 就要发表 这个iPhone第12代的新集 所以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当然就是苹果 第二大就是华为 第三大就是高通 接下来就是这个 零发科 这i7设计股 大家都台积电会客户 赛林斯也好 NVIDIA也好 超微也好 大家都拜托他 只有他做的 他说怎么不拜托Intel Intel就寒慢了 Intel 7nm 现在闭不出来 10nm 闭整半部也是 闭两年才闭出来 台积电现在是几nm 你知道台积电是5nm 在量产 在量产 现在已经今年一直在量产 台积电已经用5nm 在帮客户量产 不是7nm 那Intel 7nm跟我们说 我们今年要处理 结果我 说没办法 远迟 我们喊慢 开发不出来 所以可能要延后一年半载 甚至Intel执行长说 我想这个是旧故事 你昨天以前就知道 说可能我们要拜托 北京要帮我们做 拜托北京帮我们做 因为它是IDM厂 整合元件厂 拜托北京要拜托这样 拜托合一 拜托合一跟他做 还是拜托国光生 你也帮帮忙 是不是 拜托三星 三星也没办法 三星自成也是输台积电 人家最 我跟你讲 如果最好的东西 你要卖好的价钱 你的零组件一定要用最好 你的速度处理一定要最快 延迟最少 对不对 那你会拜托谁帮他做 如果是苹果的手机 你要卖那么贵 那要请问你 你是不是 你会叫联电帮你做吗 联电要做了 不然台积电 哪有可能叫联电者 哪有可能叫世界线电者 一定要拜托台积电者 因为台积电者最好 就好像镜头一定是交给大力光 大力光如果接不完 就交给玉金光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台积电的大涨 是因为台积电 他捡到枪 台积电本来就不错 很好很厉害 但是就是因为捡到 就是 我就跟你讲过 很多人不了解 就是礼拜五 如果台积电 早就在台积电大涨 我们礼拜五就买 放屁 你会知道 大家也说五四三的 有的帖都帖都不下去 你不要炒担 你最好炒担 放下去 外出今天买台积电 买很多 我知道 因为现在是 錄影时间还没有看到 我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7月24号外资满了一万三千张 这两天他卖了九千多张 一万多张 如果外资 这些研究机构 这些都一流的 水准的这些分析师 如果知道台积电 他美国礼拜五晚上 会暴涨百分之九 盘中会暴涨百分之四 他不可能在礼拜五 才买一万三千张 我可以跟你讲 保证不会 他就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少跟我搞什么 臭盖 老师 昨天礼拜五 我们不是看到 那ntel就已经跌了吗 对啊 我们都知道盘后盘 但是跌百分之十而已 台积电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时候 台北时间台积电 ADR也才涨百分之五而已 不是今天 我是说礼拜五 还没开盘的时候盘后盘 那你看AMD也才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而已啊 所以外资礼拜五的动作 对于台积电只有买一万三千张 是一开始考虑到 美国的盘后盘 台积电小涨的情况之下 而且他们没有把握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正常盘 会不会真正能够涨喔 搞不好消息没有改变 所以他们不敢押单啊 那今天不得了啦 今天我看 这不知道要多少 这可能 我看少的话 应该至少买三万 多的话应该五六万张有可能 那很多人说老师啊 那台积电不是最高吗 当然要最高啊 我今天在台积电讲过 我讲过 我说我教你们一点 为什么台积电一定要最高 对于外资来讲 今天一定要买台积电 因为全值增加 你知道台积电今天涨了三十八块半 我有帮你算过 三十八块半 我们Morris啊张忠摩 我今天也不少 他有十二点五万张 台积电一块钱就增加了 台积电只要涨一块钱 就增加市值增加二十亿 那今天三十八块半 他可以让整个 他可以让整个市值增加多少 你知道吗 你看台积电有这么多 两千五百九十三万张 三十八块半每一块钱 每一块钱台积电 是八点三七点 我教你算过嘛 对不对 八点三七点 他的市值 他可以让台积电 今天增加了 我今天有算过 但是就是市值大概是增加了三千多亿 好恐怖喔 台积电一天的市值增加三千多亿 可是外资今天买 假设就买五万张 他才花多少钱 他才花两百多亿 就算他全部买涨停买也没关系 他总共花了两百多亿 可是他赚了三千多亿 多赚了 他本来就有两千多万张 原本就已经十兆多了台积电 他还把他花两百多亿下去 竟然可以让自己财富又增加三千多张 你要不要做 保证要这样做 所以外资为什么要超凡凡 我这么了解 越涨是越买的 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 他们没有在讨价还价 也没有在算价格的 买多少算多少 那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要越涨越买 越跌要越卖 因为外资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好那联电为什么会涨呢 我就说过了 联电本来今天是涨不动了 上个礼拜五就已经有点离特了 没办法了 现在我就说过了 现在听说Intel 他如果自己没办法做 要拜托 可能要拜托台积电做 台积电都是接高阶的 高阶制程 因为他已经是 跑到了五奈米 七奈米 这种先进制程 而且三奈米明年 就要风险性市产了 2020年大概就经过两年 三奈米就开始要量产 那联电的速度 没办法跟上 所以一些中低阶的 比如说台积电到时候 如果要接Intel的单子 或者是塞爆产能 大家都拜托他 那其他剩下的中 一些二级厂三级厂 比较小的 台积电没法把他接大面 你不能让他 不然怎么办 那只好拜托连电 拜托你把我们倒台党一下 你知道吗 所以他有生意就是这样 不然他们怎么会 不然连电机会怎么会涨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来的 了解吗 我今天上半场 我先跟各位讲台积电这些事情 我是要告诉你说 因为你没有台积电 其实我也没有台积电 我台积电已经卖了 市场里面老师都要讲台积电 其实真正有买台积电的 真的没有 我跟你讲我这边曾经买过 除其前除其后 但是我还是跑了 我赚了就跑了 我这边也买过我也跑了 这边买过我也跑了 我真的我都有买 台积电我今年以来 至少买了三次 但是我都跑了 真正有买过的分析师 大概是我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台积电 可是现在每一个老师 都在讲台积电 好像他们赚很多 可是他们手上的 其实都不是台积电 都是这个 那为什么买这个 为什么买这个东西 要讲台积电呢 或者是买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讲台积电呢 因为这个不好讲啊 因为你讲这个东西 你如果当分析师 去买人家台表科 虽然一样有个台 但是不一样 虽然有个台 你不要以为有个台字 就很厉害喔 台积电 有个台字的话 就跟台积电一样 没有喔 这没工 这工夫有差 因为他们没办法讲 这些分析师 每天叫人家做多 每天都会去 会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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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技术有技术 有技术 有技术 你有做技术 没有你对那里 有做技术做多端 你有做台积电 没有 也没有连电也没有 也没有连法科都没有 连台大电也没有 你那个官网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说 这些市场里面 都是诈骗集团 我跟你去解盘 我说我没有台积电 我也没有股票 我没有多单的股票 我是半康的 所以你半康 你半康 你半康台积电啊 我没有在说 我不是像你个在研讨 我去半康台积电 像你半康台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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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你半康台积电 我没有像你个 那是你啊 我半康不是台积电 也不是半康联发科 我没有在半康这个 我跟你说 现在一般市场里面的分析师 今天解盘都在讲台积电 连线都在讲台积电 就是不讲自己的股票 那股票 1000多档股票 1700多档股票 都有买 就是偏偏没有买台积电 但是解排积电 很奇怪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这边下来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前面下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盘市虽然创下了高点 历史高点 但是我是觉得创历史高点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好讨论 因为台北股市这十年以来都一直在创历史高点 在我的观念里面 因为每一年 我们就要除息一点多兆 一点四兆到一点五兆 而扣掉点数就有四百多点 每一年指数就不见了四百多点 就不见了四百多点 可是都递补上来 如果这十几年以来用十年好了 也扣掉了四五千点不见了 指数也不见了四五千点 都是因为发现金给你的 那你说今天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那要代表什么意思 平常每一四就已经创历史新高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还原而已 因为指数你没有把它还原 你就知道说现在的点 我点是多少 你至少加个五六千点上去 我们要骗你 这个是 这题外话这你要一定要懂 可是 大家都关心说台积电 问题你就没有台积电了 你每一支都有 就是没有台积电了 我知道了 你不会介意台积电 本身师也不会买台积电 买那些人笑 叫我笑 我上面买台积电 也是去那些人笑 老师我们怎样买这个 你都买这个 我说不知道 你都买这个 这个白天也挣多了 这个很厉害 不然这个 说疫苗厉害我刚才厉害 不然这个 我就这个 合一 不然这个 我就跟你说过 我们上个礼拜五 我们上个礼拜二 说这边说 如果你是赌徒 你赌一张 给了巴根铁铁板 但是你赌了以后 你要跑 你第一天跑 赚一个铁板 第二天跑赚两个铁板 礼拜五跑你还有赚 你今天跑跑不掉 所以我说这是拔丐 拔一张 我没在叫你 我会合一 这种股票 我没希望他去 我看他很没 不要说看他很没 我很突压 因为我不喜欢人家炒股票 炒作股票 你不能股票这样算 10天每天 你不能这样 我跟他说这小的 我说股票正常股票 不能这样做 台积电 台积电 5年才一次掌停板 台积电当时在掌停板 台积电很少掌停板 乖乖 他有跳空掌停板 他也没有 你如果今天要买 你今天也要买了 你比台积电 有人比 人家有水準的公司 你了解吗 他会跳空掌停板 跳空跌停板 你有看过这种事情发生吗 他这样整天一次掌停板 大力光电虽然是 现在是比较 但大力光电也 那几次掌停跌停了 我会说经济是好 基础是好 如果不是泡沫的话 这个股票不应该下 怎么指数创新高 结果我们的股房 台湾最优秀的股票 是涨这样 你还一直在讲指数 对吧 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这两个基面 我告诉你 你是在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没看到 不是很厉害 不是游戏 不是游戏 很厉害 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不是很厉害游戏 很厉害 大家都宅男 大家都在家里玩游戏 你也没有在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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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游戏 玩游戏好像每天在玩 不是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你泡沫嘛 这不是很厉害 你不是很厉害 还可以跳空跳空跳空 你不太厉害 你不太厉害 你不真厉害 要起到一千块 怎样 你不是很厉害 你不是很厉害嗎 你不是也很厉害 你不是也很厉害 那就是这样的 漲停漲停漲停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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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漲停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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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大量 你看 我告訴你 那上過的股票 不是也被彎掉了嗎 所以這沒力 時速 時速 沒力 老師時速 人家說量收就是滿點 時速 這樣你去買 這時速啊 這就沒力 沒人要買也沒力 就像你在買也沒力 你還在時速 你看看 這些股票 當然不進來每一檔股票 都是升級股 我意思是說你要稍微 當然也有台積電供應鏈 它還在補漲 這是萬論台積電供應鏈 這個它還在補漲 這個還是有 我不能說每一檔都講跌的 是不是 台積電供應鏈還是補漲 也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我跟你講 那是收尾而已 收尾巴而已 我是跟你講 真的 這個不用看這個 看這個不好 因為你也沒有台積電 你看它漲成這樣 但是你的股票都在這裡 這跟你沒有關係 如果你把台積電 扣掉跟年發扣掉 它應該也是在這裡 我是講真的 如果你把台積電 連電扣掉 大概 年發扣掉 大概指數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比較真實 這個最真實 因為你的股票都在這裡 你們這個PPT的不是很厚 這個年輕人不是很厚 我們花一千 不是說等一下五百塊 不用打 把它買下去 那不是很厚的 二十幾歲小毛頭 你是有幾根毛 你的毛有大猩猩多嗎 你怎麼有狗的多 你體毛再怎麼多 我跟你講 你也沒有狗的多 你也沒有猩猩的多 你是怎麼說什麼毛 你有幾根毛 你是大派 拜託你講 你看一千塊 哎唷 拜託你講 你是長了幾根毛 比較尊重的 我跟你說 你要尊重市場 不要說尊重我 你至少要尊重我們這些分析師嘛 怎麼會網紅比我們還會賺呢 這麼藝人也比我們還會賺 網紅也比我們還會賺 大家都比我們還會賺 年輕人都比我們這種會賺 那我們算什麼呢 前一陣子大家都說比我們還會賺 都看不起我們 說我們分析師很爛 都不會賺 因為都不會買生技股 我們就是有經驗 我們才不敢買生技股 不然你看看投信 投信這些人 他們也沒有說 很老他們也是年輕人 人家念博士的 為什麼都沒有買生技股 沒有買一張 一張都不買 他們就是害怕這種事情發生 你看看有證明股 零 零持股 我今天講話比較大聲 但是我是要讓你知道 我也不是在罵任何人 我只是知道說 我們做人不要太貪心 有貪就好 不要一直每天都在講說要大漲大漲 國平有可能每天會大漲 今天美國股市能夠還沒有跌 是因為尖牙股 大家報紙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尖牙股的角色 就跟台積電聯電一樣的尖牙股 才能夠把這個指數每次跌到月線 都能夠把它鎖住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會鎖住 總有一天會鎖不住的 你看每次到月線 他個禮拜五也到月線就鎖住了 是不是都是這樣 那就是因為美國 當然美國政府當然不希望股票跌 尤其川普當然不希望股票跌 因為川普沒報他民調都輸人 他只好拉指數 但是拉指數越拉民調越低 表示做股票的人是少數人 他不是美國3億人都在做股票 不是每一個人都很高興 就像台灣只有兩百多萬人在做股票而已 大部分也是沒有做股票 所以你一直拉股票 民調也不會上升 沒有用啊 沒報 川普剩下這報而已 沒有他算不掉 他可能要輸 做總統做一任就讓他換掉 如果真的沒有民主 人家說真的 那如果川普他知道說 他想說日幣不上來 我猜的啦 我想說他會不會做什麼動作 你也不知道 你不要以為說股票應該要一直漲 泡沫泡沫泡沫 非理性農景就是非理性農景 現在景氣絕對2020年 絕對不會比2019年還好 你一定要背起來 保證不是 但是股票創新高就不對 但是台積電創新高 聯發哥創新高 我個人沒有意見 人家在頭部的 你個別公司比較厲害 那我沒有話講 但我講的是整體的指數 創新高 這個一直炒咒 我認為最後一定是崩盤了 你要跟著我 加入Telegram 193008 我想這個上個禮拜五 很多人來搜集這個 就是未來 這個是未來的 未來教家的回測買點 這九檔股票 是一定要跌我們才要建議買 你看這檔股票就跌下來 那這些還沒有跌你等它跌 你不要 我們現在給你的這種資料 你不是說馬上去買 那你可以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我們的助理 我們會免費給你 你也可以加入Telegram 這個到 有表格可以索取 你就填表格 我們到時候會跟你聯絡 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盤勢 真的很危險很危險 就是拉台積電 拉聯發哥 拉聯電 然後出貨 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這樣子 我講的是不是這樣 我從上個禮拜 講了一整個禮拜 到今天還是這樣講 是不是驗證 所以絕對不要掉以輕輕 這個指數它是騙你的 而且股票操作 我是建議你是先把它賣掉 先賣以後再買 可以買更多張回來 有什麼不好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